财经天下现在播报 财经天下是老杨到处说和家美财经联合制作一档财经节目 欢迎收看今天的要闻 中国去年GDP增速放缓 人口60年来首次负增长 中国多地核酸采样停废弃 核酸检测企业爆发工人讨薪潮 经济下行压力加剧 腾讯提前退租办公楼 股市的简报 当地时间1月16号星期一为马丁路德金的纪念日 美股休息一天 1月17号A股指数前天高开低走 中午之后触底反弹走出V字行情 截止收盘上证指数跌0.1% 深圳城指涨0.13% 创业版指涨0.24% 港股震荡下跌 截止17号收盘 恒生指数跌0.78% 恒生科技指数跌0.14% 市场的热点 1月17号 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傅林辉介绍 初步核算 2022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哎呀 121.207 12万121.207亿元 这意思说按照不变的价格 比上年增长3.0% 生产总值 那这个呢 2467位数 那应该说那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数字 好了 房地产方面 2022年全国的房地产开花投资 13亿2895亿元 比上年下降10% 人口增长方面 2022年全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0.6% 1月16号 中国财政部发布 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冠疫情防控经费保障 切实加强防控经费管理的通知 1月16号 根据中国商务部访站消息 副总理刘鹤跟美国财长耶伦 将1月18号在瑞瑞市的苏黎市会面 1月16号 A股上市公司朗科科技的公告 受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剧 消费增长放缓等因素 影响腾讯公司准备提前退租 为苏雪旧公司黄光玉再度减持国美的零售 1月16号根据港交所权益披露的文件 1月11号 国美零售股东的黄光玉 以每股0.1209港元的均价 出售了约10.05亿股 持股比例由13.3% 降至10.79% 目前万达酒店的发展公告 由王健林控制的万达海外 于1月11日已将其持有的全部超过 30.55亿股的公司普通股 质押于贷款人 作为获取提供贷款农资的抵押品 港交所权益披露文件贷款给万达的正式 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系 淡马系拥有而持有 万达酒店发展65.0%的股份 互联网音频平台 喜马拉雅多次充斥IPO为国 终于在新年已始迎来好消息 创始人间西欧于建军 近日在喜马拉雅公司联会透露 喜马拉雅以2022年度第四季度首度 实现单季度千万级的盈利 这也是喜马拉雅创业十年来首度实现盈利 1月16日深夜 中国恒大恒大物业恒大汽车 三家恒大系的上市公司同时公告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持任公司审计机构继日生效 此恒大2009年户港上市起合作 普华永道跟中国恒大合作持续时间 长达14年之久 中国恒大在2021年逐渐爆发债务危机 作为审计机构普华永道也受到了千年 2021年10月到2022年8月 两次被香港财务汇报局调查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引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 欲有网红股之王的春浩 激进投资者瑞安科恩 购露了阿里巴巴价值数亿美元的股份 并在私下敦促该公司 进一步扩大股票回购的计划 当地时间16号18点 世界经济论坛 2023年联会的开幕时 在瑞士雪山小镇达沃斯举行 作为全球最知名的经济论坛 是以本届世界经济的论坛联会的主题 为在分裂的世界中加强合作 普华永道周一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全世界73%的西欧依据 未来12个月全球经济增长将下滑 投资方向标 去年由于防疫政策防疫措施 打击了经济活动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 GDP增速位列上个世纪 70年代以来的倒数第二 不过第四季度和12月后的经济数据 好于一期 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二公布 2022年底 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3% 以政府最初设计的增长目标 5.5%左右相差甚远 但高于接受彭博社调查了 经济学家预期的2.7% 2022年的最后一季度 中国经济同比增长2.9% 超过经济学家预测的1.6% 经济学家同目前一季 随着消费者支出的回升 房地产市场下滑有所缓解 未来几个月中国经济将出现更强劲的复苏 中国央行和政府高层一发出信号 2023年的首要任务是推动经济增长 战略关键是促进国内消费和投资 以拉动经济增长 预计接下来会出台更多的财政和货币 刺激的政策 政府最近已经采取了措施放松 对科技行业的监管整顿 并取消了对房地产市场的一些限制 中国几乎所有的省份都将 2023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为5% 或者更高 接受彭博社调查的经济学家 他得到解预测的中值是 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加快到4.8% 不过摩根斯登里美国银行 花旗银行的一些大银行 预计增速将接近5.5% 甚至更高 中良联航大中华区的首席经济学家 兼研究主管叫庞明 他说2023年中国GDP增长的前景 跟我们之前的展望相比 有所改善 现在他预计2023年 中国经济增长率为5% 但是庞明提醒 有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 中国经济能来面临的相当大的阻力 包括外部需求 美国和欧洲今年可能都出现衰退 进入我们今天的重点资讯解读 随着中国彻底取消 动态清零防疫的政策 各地不再要求查看核酸检测的结果 并得提倡居民非必要 不核酸 核酸检测需求正在明显的变少 根据北京日报报道 近日北京街头大量的核酸检测亭闲置 有的甚至荒汇 有媒体不完全的统计 2022年的5月仅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四个一线城市的核酸采样点数量 最多时达到了三万个左右 而如今 数以万计的核酸检测亭被废弃或拆除 曾经因此一夜暴富的核酸检测企业们 如今正面临的业务和收入大幅下滑的困境 纽约时报今天报道了 中国的一些核酸检测的机构正面临崩溃的现状 新十条出台之后 不少生产审测试剂核 被在实验室分析结果的公司收入大幅下降 导致员工裁员和减薪 而一份报告显示大城市的大规模检测 越占中国经济产出的1.3% 纽约时报走访了杭州的三家新冠病毒的检测公司 工厂工人和居民证实了 最近几天也发生了劳工抗议活动 在一家名为新月生物科技的公司经营的工厂 周三可以看到一架消防车 救护车和一辆警车同时出现在工厂的院子里 以应对一名爬上五楼楼顶 威胁跳楼抗议欠薪的工人 工厂附近的目击者说 这家工厂关闭的工厂 曾经发生过数天的示威的活动 纽约时报还查看了社交媒体上流传的 杭州重庆抗议活动的视频 那里有大量的工人与警察对峙 在重庆有数百名工人和一家新冠检查 四级核制造商发生工资就分 他们向身穿防暴装备的警察投资物品 警察在撤退时举盾牌 抗议者站在四级核库存上 把箱子贴到这些数千份测试的品 测试品倾泻而出 写得很具象 在东部的城市杭州 爱康生物技术工厂的工人 本业处被告知 他们将休假两周 因为自清零措施取消以后 公司的收入明显减少 目击者说 几名工人爬上了一家检测设备工厂的屋顶 威胁跳楼抗议无薪休假 而这个地区的另一家特资的制造工厂 工人因工资就分已经抗议了好几天 重庆和杭州的纠纷 可能预示着更多动荡的即将到来 在之前防疫工作被歌颂 被赞扬的中国的大白门 很多都被解雇了 这让本来不景气的劳动力市场 变得更加的混乱 在整体经济放缓的背景之下 中国各地的工厂资金紧张 总部会以纽约的中国劳工权业组织 中国劳工观察的创始人 一个执行董事的李强说 工人们几乎没有办法解决 他们的部分只能进行猛烈的 甚至带有暴力的抗议 而这些活动非常的暴力 因为捍卫工人权利的渠道 非常的有限 而他们对政府和法律的信任度很低 这说明如果一家公司 忽视工人的权益 尤其是最弱势的临时工 他都将面临严重的后果 当然我们注意到 工厂抗疫讨薪的背后 是企业正在面临的财务的困境 在近三年严格的新冠肺炎防控措施期间 许多中国检测公司积累了大量的财户 但这种造户路线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 由于经济方法和房地产开发用地的销售不足 许多地方政府已经面临巨大的财政的压力 难以支付数百万居民每天测试的费用 那么为了资助检测和其他疫情控制措施 一些省份的公共项目的资金被浓用 而一些城市削减了官员的奖金 并对公务员实施减薪 包括中国西南部的贵州省在内的多个省市 已经开始对检测收费 早先收获横财的实验室测试公司开始报告说 政府迟迟不付款时他们面临坏仗的风险 其中也包括杭州的一家大型检测公司迪安证段 公司10月份的报告说 以一年前相比 它的欠款激增将近80% 政府拖欠 另一家因为疫情实现快速扩张的检测公司 深圳核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去年10月在中国各地开设了6家新的实验室 但在过去几周就关闭了其中的一半 之前被媒体挖出了核酸检测造假的黑幕 核子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 黄延中说 随着中国强制测试的取消 整个行业受到打击异常的严重 需求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清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被延迟了 因为背后还有太多的商业利益 中国突然转变防疫政策 是核酸检测和已知相关的一些所有的就业 遭受了明显的冲击 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多大的破坏性 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财经天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